大家好,今天用西红柿分享一个好吃的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出锅实在太香了 用热水烫一下,好剥皮 滚动一分钟,捞出 混音 一勺面粉 搅拌均匀 都让它粘上面 去掉根部 放到清水里吃一下 海参菇必于孩子的身体发育 这个是扒过皮的熟虾油 倒点醋 让鸡蛋更蓬松 鸡蛋打出的泡越多 炒出来越香 酸辣油 油温一定要冒烟 才能倒入鸡蛋 才能打入鸡蛋 蛋花 马上盛出 少加点色拉油 油温不要那么太高 好 倒入蒜片 倒入熟的虾油 倒入清水 水 水开 倒入鸡蛋 下入西红柿 一定要分开一下 省得粘连 慢慢的推 不要糊弄 以免碎 鸡蛋 盐 鸡粉 点一点海鲜酱油 蚝油 出锅前 撒入葱花 30秒 出锅 美味的海鲜 鸡蛋 做好了 特别的下饭 天气热 没胃口 来上一碗 真是太美味了 喜欢的朋友 快点来 试试吧